Session 5 是要计算 Rate of Energy Transfer by Wave on Stream 就是我们说 绳子上的波动是因为 你的例子离开平衡位置上下震荡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动能 你一开始怎么会有这个动能 就是你给它劳动 所以你一开始就把其中一个例子往上抓 然后再释放你给它一个劳动 劳动之后它就开始把能量往外传递 这难道是四面八方的传递 如果是在一个绳子上 就是两个方向传递出去 这个传递出去的能量 它就是用功率的方式来计算 就是你要计算一下它 比如说它在一个空间周期里面 它有多少能量 然后你在一个时间周期 会把这些能量往前传递出去 这样子它的功率的大小应该是多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先看它的动能 动能 在一个周期里面的动能大小 那我们要计算之前 我们就要把我们刚刚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理想的一个波函数 把它放进来 然后去做一个计算 所以我们原本的波函数 我们说它会有一个正伏 另外我们用很简单的 sin函数来描述 这个波函数 就是sin kx 减掉ωt 这k就是 那哪分是2π 然后ω就是2π f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计算它的什么 它的动能 那动能跟位能的话 我们会用到它的速度 还有什么 还有它对x得一次为分 所以它对时间的一次为分 我们会得到什么 得到 这边对时间为分 会怎样 sin 变成cos 第1个 第2个就是说 它要把-ω 因为对时间为分 会有个圈路 所以跑出-ω 所以答案是-ω 再來我们还要计算一下 对x 偏微 因为所谓的偏微 是因为这个函数里面有两个变数 那这两个变数如果这样 互相独立 那我们就说它们无关 你就可以 把另外一个当作常数 就像是一个直角座標的概念 所以它就可以 简单的写成偏微分 又不是全微分 如果它不是 如果它不是常数 两个是相关 就要写成全微分 所以我们把t 当作常数 跟x 无关 做偏微分 一样 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 刚刚的sin 函数 就微分变成cos 然后再来是这样 是圈路 所以对x 微分 会掉出一个k 所以k 跑到前面来 a 然后变成cos k 准备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算 算一个周期的动能 等一下要算一个周期的位能 一个周期的动能 我们就知道是怎样 是这一段长度 就是dx 因为我们要算空间中的周期 所以我们假设有一段是dx的长度 dx 长度的话 它的值量是多少 就要乘上什么 乘上单位长度的 这个值量 所以就是μ 所以μ乘上dx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些小段绳子的质量 然后它的速度是多少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 vy 就是-ωmega acos kx ωmega t 所以我们的这段值量 乘上这个速度的平方 就是动能 所以2分之1 μdx 再乘上vy vy 把它带进去是 ωmega a平方 cos kx ωmega t 这边就是2分之μ 再乘上dx 所以就是动能 一小段绳子长度的动能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空间中一个周期是波长 所以我们就把它累积这个波长 这个周期 另外 我们要算空间中一个周期的时候 我们希望时间的这个因素可以把它拿掉 所以我们就 假设在时间为0 时间为0 这个ωmega t的部分就答案等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忽略掉它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计算就是一个空间中的周期 它的动能是多少 所以就把它带进来 2分之1μ ωmega 平方 a平方 cos kx dx 那这边k其实就是什么 就跟空间中的周期是有关 那达分之2π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算这个积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cos 平方 kx 其他的话就是常数 2分之1μ ωmega 平方 a平方都是常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积分 你如果是0到难打cos 平方 k就在哪分之2π xdx 那这个基本的 数学工具告诉我们说它 你要把如果是2次方 你要换成什么 换成2倍角 不管是sine平方 cos平方都是用2倍角公式 所以它得到是2分之1加cos nanda分之4π 2倍角就成2倍 nanda分之4π 这边变2倍了 x 然后呢 cos nanda分之4π x 它积分就得到sine 那你sine函数是0跟nanda nanda代替去是这样 已经绕两圈了 0的话就是没有绕 然后接下来 nanda代替去就绕两圈 那还是回到原来那个点 所以它最后积分一定是不见掉 消失掉等于0 所以不用理它 所以最后你就等于1分之1 然后呢 然后对x 从0到nanda的积分计算 所以答案非常简单 是2分之nanda 那接下来你就把它乘进去而已 变成 这个 这个空间中一个周期的动能 就是把它乘进成2分之nanda 变成4分之1μ ω a平方 nanda 好 所以刚刚解完了一个 空间中一个周期里面的动能 那个动能是多少 那接下来我们要解的是位能 那位能的话 我们可以当作是张力这样 张力让绳子多拉长一点 然后做的公来计算它 所以要我们刚刚 所知道的是这个波函数 长这样 a sin kxωt 然后它这样 它的y方向的速度我可以算出来 然后它对x的偏尾分也都可以算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绳子如果被长 被 因为有一个波在上面跑的话 它会被扭曲嘛 扭曲之后它的长度其实会变长 原本的长度是dx 那现在变成dl 那这dl 跟dx之间就是很简单的关系 就是dl 就等于什么 dl就等于 根号 这个dx平方 加dy平方 好 我们就用这个简单的概念 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些 计算 算说 这dl 跟dx 就相 就有不一样长度 所以是t让它这样做工变成t乘上dl减掉dx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做工大小 所以位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张力 然后乘上它的形变造成了dl减掉dx的这个长度 那dl就是我们刚刚讲是根号dx平方加dy平方减掉dx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它这样 把它根号dx平方加dy平方 把它dx提出来 因为dy其实这样 其实你上下震荡的正幅很小 所以dy是很小的 所以把它提出来 dx提出去 变成1加上 这个y对x的偏尾分 这边因为y 再强调一次 因为y是这样 离开平衡位置的函数 y是随着什么 位置跟时间的变化 它有两个变数 所以呢你要写成 这两个变数互相独立 就变成偏微分 好 那这个根号1加partialypartialx的平方 要怎么处理呢 因为这个partialypartialx很小 所以你可以做什么 做泰勒展开式 变成1加x 这个就是x就是partialypartialx的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这边的partialypartialx 因为它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在x等于0的地方展开 让f等于根号1加x 那f of x就是这样 约为就是tite的展开式 是f of 0 f of 0 f of 0就是1 然后加上1接分f' of 0 乘上x-0 它的公式 再加2接什么 我们就不用管它 因为那是更高事项 影响更小 就不用理它 所以呢 它微分的话 微分以后得到什么 这个根号1加x 微分会得到这个2倍的根号 1加x分之1 所以再把x等于0 带进去答案就是2分之1 所以变成1加上2分之x 好 再把x是partialypartialx 把它带进去 所以我们可以把原本这个式字 整理成什么 整理成这个根 跟这个dx提出去以后 里面的根号1加上partialypartialx的平方 那把它用tite的展开式 答案就是1加上2分之1倍的partialypartialx平方 那最后你还要减掉dx 所以这边减掉dx 跟这个1就消掉 所以答案就是2分之t partialypartialx平方乘上dx 这个就是位能 一小段绳子长度 dx长度它的位能 那这个位能呢 我们可以讲可以累积一个波长 一个周期 所以一样积分零到难达 然后积分的结果就得到 一样是有什么 有一个 刚刚的partialypartialx已经写在上面 这边就是它的partialypartialx 就是kAcoskA-ωt 所以把它带进来 变成k平方a平方 然后cos平方 然后一样就假设什么 在时间为0的时候 去掉这个时间因素 要算平 这个算 这其实就是算平均值的概念 在一个波长里面 就是一个平均值的概念 所以 时间的因素去掉 等于0的话 就得到cos平方kx 那跟刚刚一样 我们在做cos平方的积分的时候 会得到说 它的答案是2分之难达 所以最后就乘上2分之难达 那再来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形式跟前面的 前面那个动能 其实是一样 怎么样一样呢 我们把这个 速度等于 等于 等于Omega除以k 所以k乘以速度 就等于Omega 所以这边的v平方k平方 就换成Omega平方 换成Omega平方 所以跟前面的 一个周期的动能是一样 我们现在再来把一个周期的动能 跟一个周期的位能 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total energy total energy total energy的话 就等于乘以2倍 所以2分之1mega平方a平方 那这个energy呢 我们是往外传 往外传 我们是在一个t的周期 传了这么多能量出去 所以我们就会计算出功率来 所以功率就等于 等于刚刚算了一个周期的能量 除以一个周期的时间t 所以答案就是2分之1mu Omega平方a平方乘上v 我们来看一个example 来计算一下 它这个波动怎么样把能量传递出去 它是用功率 就是单位时间多少能量传递出去 它说有一个string 一个绳子 它的什么 它的每单位长度的质量 是5.0乘以10的-2次方公斤每米 It's under attention 所以你去拉它 然后是张力是80牛顿 把它拉直 它问你说how much power 它的功率是多少 must be applied 你需要输入给这个绳子 to the string to generate 你要制造一个sinusoidal wave at a frequency of 60Hz and an amplitude of 6cm 所以你要制造一个波动 它的频率是60Hz 然后它的阵幅是6公分 那你需要一直提供这个功率 就是把能量 单位时间能量把它送到绳子里面 它才可以去制造这个 持续制造这个波动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这些讯息把它转成符号 然后我们只要得到单位长度质量 就是μ等于0.05公斤每米 那频率是60Hz 所以你也可以算出角速度2πf来 然后你的这个张力是80牛顿 然后你的正幅本来是6公分 把它写成标准单位是0.06公尺 好,那你的速度就可以这样 可以算出来它是用这个 呃 刚刚我们知道说张力是t 然后单位长度质量是μ 所以你利用 根号t除以μ 就可以找到速度 所以这个是 我们前面所学习到的 这个速度的计算方式是 根号t除以μ 所以t是80牛顿 μ是0.05公斤每米 所以都是用标准单位 算出来就是40公尺每秒 那有了速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前一个slide 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功率 它每单位时间 要传的这个能量多少 叫功率嘛 功率是等于什么 等于2分之1 μω平方a平方 然后v 所以这v已经算出来是40公尺每秒 那a已经知道是0.06公尺 那ω就2πf了 f是60hz再乘上2π而已 那μ也已经知道 所以把它算一下 答案是等于515W 所以还算蛮大的 你要制造这样的一个 持续制造这个波的话 我需要有一个 每单位时间 要输送每秒510焦 一直给这个绳子 它才会持续有这个 制造这个波动